已经知道LOG2是等于0.3010 是求最小正整数N 使得0.4的N次方会小于0.01 好,那在这边N呢是在次方 我们如果要来算它大约是多少 我们就要把这个N拿到下面来 那能拿下来的方式就只有取对数 所以我们现在将两边取对数 LOG0.4的N次方小于LOG0.01 好,这个0.01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写作是10的几次方 10的负二次方 好,那这边左边的部分 我们利用对数的性质把N往下面拿 好,所以N乘上LOG0.4 而LOG0.4呢是多少 是十分之四 好,那十分之四 我们写上来 好,十分之四我们又可以把它拆开 可以变成什么呢 LOG0.4 减掉 LOG10 好,那LOG4我们又可以把它当作是2的平方 好,其他的我们都照抄 好,来2的平方 那这个平方呢又可以往前扳 所以是变成两倍的LOG2 好,所以呢我们就再把它写下来 两倍的LOG2 而LOG2呢,题目这边是不是已经有写了 0.3010 所以我们直接写上来 0.3010 减掉LOG10 LOG10呢是等于1 所以我们减掉1 好,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边是0.602 减掉1的话是多少 0.602 1减掉0.602 好,这边是8 这边是9 3 好,负的0.398N 好,这是我们左边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来写0. 负的0.398N 会小于LOG10的负2次方 一样我们把次方往前扳 好,次方往前扳 而后面的以10为底的LOG10呢 就等于1 所以这边右边的部分呢 就是等于负2 所以负的0.398N 小于负2 两边除以负的0.398 好,那记得 这是一个不等式 除以一个负的数之后 必须要编号 所以N会大于多少呢 好,负负得正 0.398分之2 好,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2除以0.398 好,小数点退三位 好,那这边大约是400嘛 所以我们这里就取5 好,5的话是多少 495 45 49 然后15加4 49 好,所以是5点多 好,所以这边呢 N就要大于5点多 好,那N大于5点多 而N是正整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取 N的部分呢 就是等于6 就是等于6 3 3 4 5 5 中文字幕 李宗盛